29 題 我說C1和珠1 跟原歐相切於C珠2點 那VC線段 跟我的珠1是平行的 VC跟我的珠1是平行的 好我們就大概把它畫一下 明顯一點 再來 C1珠是45度 那VA珠虎會是幾度 OK 這個是45度 然後我應該要怎麼算呢 好其實他跟我講 兩條平行的 所以我可以先求出角 珠CF 角珠CF等於多少度啊 這兩個角是不是叫做同位角 所以角V 對不起老師剛剛有念錯 角VCF VCF就會等於我的 45度 OK 那他等於45度之後 然後我又知道 VC和珠1是平行的 所以這兩個大弧 這兩個大弧 是相等的 再變 這兩個大弧 是相等的 所以 C珠虎呢 就會等於 360 扣掉45度 對不對 對 對不起 對不起 不是扣掉45 還是誰 VCF是45度 所以老師問的是 VC虎幾度 VC虎是45 乘上兩倍 弦切角嘛 他是90度 所以我說 C珠虎 怎麼算呢 就用360 扣掉 90 270 270 除以2 那就是135度 所以我的 VA珠 VA珠 怎麼算 叫 VA珠虎 VA珠 這個弧 那不就等於 135度 OK嗎 就是這樣而已 再變 你就先用 同位角 得到VC F是45度 所以你就得到 VC的這個弧 是個 90度 那當他90度之後 兩個紅色 是一樣的 所以他加起來 要等於 270 那一個 就等於135 你就可以推出答案了 好 29題是這樣 三實體 ABC珠EF 是六個點 然後 彼此都是互相平行的 那VC弧 VC弧 比上 AF弧 再比上 珠E弧 等於 2比3比4 那請問你 AGF等於 角AGF等於多少度 好 第一個 我知道 AGF它其實是個圓內角 所以你要算圓內角 你必須要把這些虎都算出來才行 那到底他們會等於多少度啊 好 我們先假設 AV虎 我們先來假設 AV虎 這裡假設叫做X度 那VC和A珠平行嘛 這裡就叫做X 再來 AF和B1平行嘛 這裡也叫做X 所以一整圈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9個R 加上3倍的X 那這個會等於360度 好 雖然我不知道R和X各多少 那我可以再把它簡化一下 叫做3個R加上1個X 它等於120度 好 這是我的第一個 了解的 第二個 那如果我要求角AGF 它是個圓內角 圓內角怎麼算呢 角AGF 它又等於 它等於我的3個R 加上1個X除以2 好 其實剛剛在第一個部分 我們已經知道3R加X等於多少了 它等於120 所以120除以2 答案就等於60度 好 我們可以利用代數的概念 然後算出這一個答案